当一部钓机在地盘 预备钓运钢筋时 仍然有工人没有离开到钓运区 继续留在里面做其他事 埋马工人用一条两爪链 扎起一马钢筋 之后钓机将钢筋钓运到旁边的货车里 准备运走 当赶马钢筋钓近货车旁边的时候 链突然断了 整马东西在半空中跌了下来 扎死了个在下面的工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原来其中一个链圈一早已经裂了 令到它的强度减弱 而且在使用之前 链又没有经过检查 是否完好和有足够强度 钓链那时 铁链承受不了钢筋的重量而断开 于是整马东西就在半空中跌了下来 进行钓运的时候 钓运区没有围风好 没有展示警告告示 又没有找过钓运监工 还监督着整个钓运的过程 结果酿成意外 怎么做才可以避免意外发生? 在钓运前 必须确保两罩链的够造良好 有足够的强度 和没有明显不妥的情况 在每次使用前 还要被合资格的人检查过 钓运的时候 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包括妥善感维好钓运区 和展示警告告示 还要全程找个钓运监工 不要让其他人闯入或停留在调运区 确保符合施工安全 做了安全措施 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